阿姨 萨摩老弟的静景戏法 长安城独一份啊 过奖过奖 那先预祝咱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对了 我说萨摩老弟 为了彰显一下你的诚意 还得请你啊 移驾我的杂戏班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实力呀 好啊 那我们现在去吧 好 萨摩老弟 你不会连马车也没得 也没有吧 怎么可能呢 真爱开玩笑 我想也是 这萨摩老弟的戏法啊 名震长安城 怎么可能混得跟个 咋一样的是吧 萨摩多罗 人呐 客官 总好 下次再来啊 好 萨摩多罗罗罗罗罗罗 阮班主请放心 有我萨摩多罗在 一定会让杂西班的名声名阳四海票房大卖 看 我的马夫驾着马车来了 阮班主 你请前面带路 我随后就来 妈呢 你怎么不进去干呢 干什么干 怎么来这么晚 阮班主 一会儿见 来 请别带路啊 你干嘛呢 又整什么幺蛾子 一句话 想不想赚钱 想 走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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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两下子 杂西班能请你去当台柱子 吹吧你就 怎么了 就我这手法 这相貌 看不起我呢 见过眼神包使的 没见过这么瞎的 这里不会有炸吧 你什么意思啊 他们是觉得我有才华 叫我去住场 而且我跟你说 我这戏法也不是浪得虚名 早先在西市登台黄牛票 炒到二十文一账 闹呢 你看我一下呗 我这好歹摘一次台颜三百文呢 三百文 那可不 窝儿就是这个价 赚了钱 请你吃烤鸡啊 行 我给你当车夫 就吃顿烤鸡 烤羊 烤羊行了吧 哎呀 哎呀 怎么停了 没看着有羊群吗 走走走走 哎呦 哎呦阳官哦 你稍微快点好吗 真服了 哎呀你放心好了 他走不远 这就刚下完雨 他肯定会留下痕迹的 咱一会儿就跟着他车姑了一走 丢不了 驾 又怎么了 哎 人呢 人呢 你问问我问谁啊 不是 你别闹啊 你是不是把人给我变没了 真闹是神仙的 这这这这车姑爷儿没有了呀 刚下完雨怎么可能呢 难道这马车插翅飞走了不成 你别闹了 别闹了 啊 我儿子 小心 小心 小心等 小心 我儿子都还没经历 怎么样 快 快 不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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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瓜借瓜 什么情况 他怎么在这儿啊 半个时辰前就在这儿了 半个时辰前 半个时辰前 我们不是跟阮大刚分开吗 我 他头去哪儿了 是分尸案 头是在城北找到的 被挂在城北门楼上 城北 一个时辰之前 我还看见阮班主 跟他在凡社喝茶 我也想起来了 他们好像是坐着马车 一前一后离开凡社的 不是 那个 不是 我们确实在一起 然后他说要去杂系班商谈 结果路上就凭空消失了 三宝 凭空消失 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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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做的 他咋还傻呀 他傻的人吗 他们傻的吗 不是 怎么 你们怀疑我傻的 我看 我大理寺官差 对对对 就是我 我们是大理寺的 你说我干什么 对 说的就是你 你说你是不是一天不作妖就不舒服 你能告诉我什么是抬柱子吗 能告诉我什么是戏法大师 有没有点亮过自己几斤几两啊 你给我惹了多少祸 冲了多少娄子 我找你做伙计 又没让你当爷爷 能消停点吗 不是 四娘 你怎么回事 你瞎杀我什么 本来他就不学好 你还跟他瞎捣乱 案子得尽快查 可别引火烧身 有人吗 你找谁 这里是阮氏兄弟的杂棋班吗 我们是大理寺来查案的 昨天你们阮班主死了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请吧 你们是大理寺的 来查案的 你们阮大班主平时为人怎么样 别怕 但是我无妨 他对谁都不怎么样 他们亲兄弟还吵架呢 行了 别老说话 等我干什么呀 他不让说就不说啊 我看啊 没准就是他傻的 你说的是谁 我们 我们二班主 大班主的亲弟弟 好毒还特抠 前天他们用钱的事情 还吵架呢 二班主还扬言要杀了大班主 自己当家 这还算是七兄弟吗 你又乱说话了 小心我一块告诉二班主 这位是 这位是 大班主的关门弟子小春 平时负责照顾大家的饮食起居 是 马屁静一个 别瞎说 昨天上午 你们都在干什么 我们一直都在练功 是每天都在练功 我们大班主对我们很严格的 那你们谁都没离开过 没 没有 那小春呢 他 他昨天有点惨 打碎了大班主的一个花瓶 所以 所以他就被 锁在大班主的屋子里面闭撕过 闪开闪开 两位官人 有事远迎 快里边请 里边请 快练功 练功 请 二位官爷 说起来 这算得上是我们班子的诅咒 诅咒 我说过多少次 就不该来长安演出 大哥 骗不停 我们西班人少 可每来长安一次 就死一个人 我跟三弟商量过 这案子也不用查了 还是赶紧离开这儿吧 要不然下一个不定是谁呢 这案子是不是结 该不该结 不是由你说了算 没有我的允许 你们班子一个都不准走 那你总不能让我跟我三弟 陪他去死吧 昨天你们在哪儿 都给我仔细地说清楚 昨 昨天 昨天我大哥出门前 让三弟监督我打拳 我 我 我在西夏宝打了一上午 是这样吗 那 那你要不相信的话 我打拳声音大 外边那些小鬼练功都听得见 他们可以替我做账 是 是这样的 各位 今天大家是来着了 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传统戏法 叫做三仙归动 大家请看好 何为三仙 三仙是指 扶 鹿 兽 走 两仙归动 那位说了 不是三仙哪 鹿急 带我打开仙路 走 三仙归动 哎 我觉得呢 怎么了 你这球有问题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的话 换这个试试啊 可以吗 那我试试 你要用头子还能变 我就扶你了 银桥好吧 来 您注意看啊 走 过去 三仙归动 谢谢 谢谢啊 哎 哎 周伟 怎么样 这个小信法有意思吧 拉我干嘛呀 我这看到关键时候呢 看好 看什么看 案子破了吗 有李绍卿在 还有什么案子破不了啊 又怎么了 哎 我说你别一天到晚盯着我行不行啊 黄三炮 看好啊 江湖告急 江湖告急啊 哎 哎 哎 来就这钱改天还你 干嘛这钱 堵输了呗 你去堵了 啊 跟他借吧 谁呀 黄三炮 老大 老大我错了 就这一次 就这一次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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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谅我吧老大 老大 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 老大 黄三炮 没想到吧 黄三炮 欠我的钱 什么时候还 你 你那钱我告诉你啊 那你那钱 给我站住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没说不给啊 是你硬要借我的 说赢了算我的 输了算你的 算头三把 你后面连输多少把 是你说输了算你的 放开 干什么 哪来的 废话 在我手上当然是我呢 大胆 上面分明写着软大软成的名字 从哪动来的 你从十招来的 说 这是杂戏班的一个人 昨天输给敲人的呀 叫什么 他们好像都叫他软二 软二 他昨天不是在练拳吗 没你事了 你走吧 你这样我钱还没还呢 我回去 还钱 赶紧还钱 哥哥哥哥 站住 改天 改天 还钱 他们又来了 各位官爷 这是 阮二在哪 我二哥 他刚出去了 有什么事吗 来人 把阮三给我抓起来 做伪证 别别别别 我说 我说 那天 我大哥出门 让我看着二哥练拳 我们也都知道 他去找萨摩先生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二哥就想出去赌钱 我就 帮了个小忙 在屋里打木桩 故意造出些声响 让那些小鬼听到 官人 这 这不能算伪证啊 谁在这里 哪跑 你俩留下 来 王儿 你给我下来啊 我早放进 人不是我杀的 我没杀我哥 我只是出去赌钱 赌钱之后找我哥 那时候他都已经死了 那你为什么不报官 我报什么管我报官 我多少次杨阳要杀我哥 自己当家 他与此 我说得清吗我 你先下来再说 这 快 先下来 你快 快 我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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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猜猜 猜吧 在你边 四娘你好聪明啊 又被你给猜中了 咱能不玩了吗 你什么时候猜不中的话 你就可以回去睡觉了 好不好 来来来 再来再来 这次啊 多变换几下 来得正好 我给你们编个戏法 李少卿 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然儿也没了 又消失了一个 是啊 我亲眼看见的 明明一片平地 扑的一下一枕青烟 人就没了 这阮氏兄弟都好这口 这也太吓人了 李少卿 我帮你把这湿衣服脱了吧 没事 我胆胆就好 还是脱了吧 小心着脸 没事 对啊 对了 什么毛病 就是 李少卿 我真不忍心让你穿着 湿衣裳出门 脱了 不用 胆胆就好了 老大 我先走了 伞给你留下 来来来 别客气 谢谢好意啊 我回见 老伯 老伯 你还认识我吗 两天前 有个人请你帮了个小忙 开马车过来 就让你把羊群 赶到小路上去 记得长啥样吗 我想想啊 高个子 脸有点疯 老伯 花裤子 干嘛 右边脸上有颗痣 你确定 确定 当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老以为是个苍蝇爬在那儿 后来啊 才知道是颗痣 你不用在这儿想了 案子我已经解出来了 挺快啊 没错 其实呢 案子很简单 软大的案子 不过是一场大的变身戏法罢了 只不过 后来被凶手利用 变成了一件杀人案 怎么说 其实呢 阮大的消失 和他的出现 都是他自导自演的 当时我们坐了两辆马车 两车间有断距离 此时 他事先安排阳光赶来羊群堵路 与我们拉开距离 走 随后羊群散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 却被阮大留下的假车轮迷误导 因此我们被引到了错误的路上 阮大则从另一条路离开 阮大在我们途经的路上 把扔下帽子撒下动物血 进一步误导我们 让我们确信他凭空失踪 戏法是为了向同行炫耀 经常会这么干 你怎么想到这一切的 帽子 帽子 没错 我们发现帽子的时候 雨已经停了 如果帽子是刚刚遗落的 不可能是到那种程度 除非是有人提前把帽子放在那里 那如果真是他自导自演的 他怎么真的死了呢 阮大的本意 应该是让我和三炮找不到他 等我们回到凡社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在哪儿了 以此宣祭 谁料凶手提前知道了他的计划 并利用这个机会 在阮大回程的马车上 将其杀害 凶手是扛架 看来 你已经锁定了嫌疑人 那是谁又能提前知道 阮大的计划呢 报 李少卿 杂戏班的阮三求见 带上来 官人 官人 我求求您 您放我出城吧 再这样下去 我肯定会死 你现在是嫌疑犯 没我的允许 不准离开长安 我二哥已经死了 下一个一定是我啊 他只是失踪 不不 他死了 他肯定死了 我能感觉得到 官人 我不瞒您说 我昨天晚上 梦见我们戏班 五年前惨死的那个小语了 他流着血泪啊 官人 他要讨我的命啊 你等等 你们戏班 五年前死的小语 干吗要找你讨命啊 你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吧 官人 不过这些真的不关我的事 要怪只能怪我大哥二哥 他们见前眼看 那天演出踩高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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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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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的 我出五百文 敢不敢加凳子 我大哥为了五百文钱 非让小语他加凳子 没想到 出了眼前事故 小语当场摔死 为了区区五百文钱 你们就害死了一条人命 我们也不想的 打那之后 我们就再也不敢来长安了 在你们戏班里 平日 谁跟小语的关系最好 他们小孩子的事情 平时我也懒得管 懒得问 不过小春是小语的弟弟 亲弟弟 亲弟弟 姐姐被你们害死了 他还愿意给你们端茶倒水 当时他还小 我们都瞒着 没敢让这孩子知道 求官人放我一条生路 官人开恩哪 你觉得呢 凶手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不如 不如 抓住凶手后 再致他的罪也不迟 走吧 我派人护送你出城如何 谢谢官爷 你好了没呀 小爷我时间金贵着呢 好了没有 还没 我就纳闷了 这么一个人渣 为什么让我来护送啊 他算老几呀他 我跟你说 咱俩这趟 可得把他看好了 说不定 会遇到凶手 你不早说 这么危险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为了他丢了小命多不值啊 催催催 你催什么催啊 你自己看看 尿我这一裤子 我 你给我找条新的 没有 赶紧上车 味这个大呀 快快快 驾 你干嘛呐 哎 你干嘛呐 你看一大老爷们笑什么 我在笑李智 你笑我老大干什么 你看他平时那么严肃一人 昨天被吓懵了 他竟然特认真的跟我说 扑的一下 转儿就消失了 可见了鬼师的 他真的一下就消失了 那是我老大亲眼所见呐 就一块平地啊 周围都没得藏 换你你不害怕 那你说 软三会不会也扑的一下 就消失了 这种事啊 说什么来什么 来了 妈呀 妈呀 这这这这这这 这不是混血鬼了吗 你刚才不也看到了吗 他就在里面呢 这才多会儿功夫啊 没错 那那现在怎么办 回船 驾 和阮大一样 头是被砍下来的 身体遍布伤痕 死之前 应该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你们还敢回来 我要你送人出城 就送这儿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 他一瞬间他就消失了呀 没理由啊 就算是中途折返的话 我们已经快马家鞭了呀 什么时候的事 半个时辰以前 半个时辰 对 就是那个时候 他突然就消失了 这不可能 头呢 头在哪儿 我 我找到阮三的头了 在哪儿 在城南的城楼顶上 这太恐怖了啊 是啊 头还挂在城楼顶上 太可怕了 别害怕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凶手 应该就在那五个孩子中间 那儿 大班主和三班主都死了 二班主又不见了 待在这里恐怕会有危险 我看 我们还是走吧 咱们怎么走啊 山高水长的 我 你们想干什么 不用害怕 哥哥呢 我只想问你们一些小问题 你们 还记不记得有个女孩 小雨 当然记得 她是我姐姐 姐姐对你怎么样 我们两个从小 孤苦无依 都是我姐姐照顾我 只是我那个时候太小 已经记不得她长什么样了 那你呢 你觉得小雨是个怎样的人 就是一个女孩呗 不熟 什么不熟啊 小小明明就是喜欢小雨 我记得有一次 小雨被罚不准吃饭 小小还冒着被打的危险 给小雨送吃的呢 那是我觉得班主做事不公 这跟小雨有什么关系啊 说起喜欢啊 小冬才算是小雨的正牌相公 人都已经死了 你还这样胡说 再这样说我可要打你了 小雨死得那么惨 死后难道还要被你嚼舌根吗 小雨总是替别人捉想 咱们班人谁不喜欢她 你敢说你没喜欢她吗 我 你们先安心待着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去大理寺找我 嗯 嗯 走吧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天真无邪的样子 头疼 那凶手 真的在这群孩子中间吗 会不会是那个阮二啊 毕竟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 应该马上就能找到他了 找到他的尸体 萨萨 阮二的尸体找到了 是犬尸吗 还是无头的 在哪儿 跟我走 你还记不记得 你原来给我讲过那个 祭祀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 祭品摆成什么形状的那个仪式 人计 对 人计 那你还记不记得 人计是要把 祭品摆成什么样的形状 围绕死者死的地方 用形骸摆成一个三角形 不说了 是人 三角形 嗯 我知道了 哎 你干嘛 没错 人计是一线 你还真的要继续 我没有尺导 来 停一下 好 走吧 看一下 抓住他 小小年纪竟如此心狠手啊 我没罪 你杀了三个人 还说自己没有罪 他们杀了我姐姐 我杀他们是替天行道 我没罪 小春 你是从什么时候 知道姐姐的事情的 他们以为我小 记不住事儿 我姐姐 是我在这个世上 唯一的亲人 要不是他们那么冷血 我姐姐就不会死 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好了 人证物证俱在 可以解暗了 我不后悔 姐 你看到了吗 小春替你报仇了 你终于可以安息了 姐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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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哪儿 我老家 我不想要 你不是说 我老家 你不说 她的不在场证明 是事先设计好了 我知道错了 帮我出去吧 小春先故意打碎花瓶 惹怒班主 让班主把她关进房间 然后又偷偷溜出来 她尾随软大的马车到了樊舍 并藏身在马车之中 将其杀害 那软二和软三 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其实很简单 当时软二就是藏起来了 藏起来了 怎么可能 我老大都说了 那是一片平地 没有任何隐藏的地方 请问一下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地 我记得 好像是一片荒废的菜地 原来是这样 原来 原来 哪样 菜地 是有地窖的 接着说 我想 软大出事后 软二怕官府追 一定事先规划过逃跑路线 他先找了帮手 再半路放烟 随后钻进地窖 造成原地消失的假象 那他 那他怎么死了呢 他找的帮手就是小春 没错 小春放完烟雾 就躲在地窖里 等软二怕出现好 将其绞杀 那软三是在我们俩眼皮底下消失的哦 当时可没有菜地啊 但是有马车呀 什么意思啊 马车是被改装过的 所以 这无疑变成了一个暗箱 就好像是三仙龟洞的戏法一样 利用人们的惯性思维 你以为碗是空的 但是那小球 早已被放到了碗里 咱们那天都没有注意到 其实 马车里面 已经躲着一个人了 他利用身材瘦小的优势 躲在马车里 跟我们出城 随后用泥香放倒了软三 从后盖板扔下了马车 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我们俩快马加鞭回来的时候 软三已经死了 又杀人又运尸的 这咋能这么快 除非 那个尸体根本就不是软三 不是软三的 软二和软三是亲兄弟 身材相貌的差不多 如果没有头再交换衣裳的话 你们分得清吗 小春只需要给软二的尸体 穿上软三临走前的衣服 然后再把尸体 丢在四娘的店门口 在咱们都去找头的时候 他再赶过来 把软三的头 扔到城南门 这样一来大家就会以为 这是软三的尸体 这也太复杂了吧 他图个啥呀 他对于人计的传说 深信不疑 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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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把计品摆成什么样的形状 摆成一个三角形 小春之所以会被我们抓住 是因为他一心想着为姐姐超度升天 才会坚持要把软二的头 放在三角的最后一个位置 也就是东辩门 说起来 你当时还闻了闻软二尸体的裤子 难道裤子上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你吹什么吹呀 你看 尿我这一裤子 你竟然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给我闭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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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杀了你啊 我还衣服的时候 不可能连你裤的一块 你给我闭嘴啊 闭嘴 闭嘴啊 闭嘴 让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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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